新巴城巴母公司惠达交通 早前宣布招募超过300个巴士车长 并且以新入职车长时薪$125 每个月入息可达$25,000的高薪作为招来 但是网传新制车长的福利待遇 与现在月新制车长的差别都挺大 所谓的$125时薪 也只是按照车长坐在巴士驾驶室的工作时间计算 又说其他福利例如是家属免费乘车证 年度特别奖金等等 在新制度下未有提供 明报报道 长沙环西北九龙田海区近年有多个新屋入伙 包括海盈村和海达村 两条屋村被西九龙公路3号干线和连长度分隔 房屋处兴建一条全长大约145米 宽大约6米行人天桥 横跨16条行车线 成为全港公屋之中跨到最长的行人天桥 并且采用新方法一晚完成彰衡 行人天桥在明天啟用 两村之间的暴情由10分钟减到4分钟 适合 超约6米型 氏